大家好,我是安阳 我是尚杰 今天是8月22号 现在是早上的9点半 我们再去那个人民医院的路上了 10点钟开门 提前一点点赶到那里 到医院了 挂了个号 现在来这个泪科 补医科 医生还有6分钟上班 刚刚运存了20 这个整费是4块钱 刚刚排了好久 进去一看 我那个号前台帮我划错了 应该要划成专家号 刚刚去重新挂了一下 又得重新排 那杨师傅帮我去站一下吧 我刚刚站了好久 现在腰好痛 看完了 医生说先来做一个核子控制 405 现在我们在副一楼 预约好了 拿了一个装片子的袋子 那个副师说大概要等一个小时吧 因为有蛮多人排队的 在这里等着吧 他们这里是中午上班到2点 因为10点钟上班嘛 下午4点钟上班 现在是下午1点钟 片子已经拍了 那个结果的话 要下午4点半才能出来 因为1点钟 离他们2点钟 中午下班只有一个小时了 他们中午下了班之后 就没人做这个结果 4点半的话就是他们4点钟上班 我们4点钟过来 现在直接回小刘馆 吃个饭躺一会儿 休息一下 下午再走路过来一会儿 吃一碗牛肉面 现在是下午的4点 我们出发去医院了 刚刚在小旅馆睡了一觉 还是精神一些了 现在应该可以去拿片子了 快点好晒 对呀 哇像那种晒得时常发痛的感觉 又要等一个大红灯 到医院了 现在拿这个装片子的袋子 这个上面有个条码 去那个机子那里扫一下 它就会出片子 正在过程 正在打日 这个拿片子给医生看了 就是这个腰椎肩膀突出吧 你那个脊髓病是什么意思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 然后开了一点这个肤的药 止痛的 止痛的 109块钱 其实这个止痛药 不是医生开的 是我们要开的 因为医生给出的这个 治疗方案就是说 它这个东西是没办法根治的 就是现在它只是突出来的有点多 然后通过治疗 就只能让它缩小 没办法复原了 这个已经对并变了 已经没办法复原 这个腰椎肩膀突出这里 这那个疗程的话 就是说 你快的话可能 10天啊什么的 有的那种恢复的慢一点的 它可能要几个月 所以我们就想着 可能这个回自己老家 这样子治会更好一点 因为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还要找住的地方嘛 治的话 就可能非用啊 这些什么的 不是很大个 而且这个医生说 就是不能再负重了 骑自行车这些 可能就骑不了 也不能久坐 对 我在这里治好 也得回家 也得回老家 治好的时候还是要回去 所以就没办法 现在在考虑 啥时候回去吧 或者说咋办 因为到这个毒户公路这里了 看能不能 有没有那种 车子什么的 去看一下 也不能掰 其实我这个病吧 也不是骑车骑出来的 是以前就 一直有点腰痛 但是呢不是很严重 只有 受累的时候 它就会痛 现在可能就是 一下爆发了吧 就变得比较痛了 对 一直很痛这几天 所以我在他先给我 开个止痛的吧 受不了了 中医治疗的话 反正就是扎针啊 然后做一些康复运动 一个疗程至少十天了 要拿到了 这个一盒是三贴 这里可以贴六天 把那个腰啊什么的放在旅馆了 我们现在去一个单车店 就是单车是肯定没办法骑的 不管怎么做 这个单车是不能再骑了 上街的话 就看一下能不能卖掉吧 或者价格怎么样 如果实在不行 就想办法寄回去 在老家卖 或者到哪个地方卖一下 但是寄回去 从新疆这个位置寄回去 那个费用非常的高啊 还是经常在这里就卖掉 只是可惜了 我那个新换的轮胎 花了一千多块钱才 哎呀肉痛死了 才骑了不到一个月 早知道就不换了 对啊没必要 那个钱卖车的话就很难搞啊 感觉好亏 两个车都卖不回一个轮胎钱 对啊 呃 就是问一下看一下吧 老板说 那个旅行车他们不修 对不好卖 除非是三地车还差不多 好像这边是没有旅行车 不好卖啊 这边汽车的人少 是哦 嗯 老家哪边啊 无南的 因为我腰就键盘突出嘛 特别痛 骑不了车了 搞过去 回来以后 还家里面还可以 我这以后都骑不了了 他这个腰 手机要短短 骑不了 哎呀没办法 出去转了一下 我们回来了 就主要是找那个单车店 问了一下 这个单车的话 因为这边骑单车的人没那么多 所以老板说他们三地车都卖的不是很好 这个旅行车的话基本上没人要 所以他们就不收 嗯 呃 不收的话这个单车就很难处理了 因为 呃寄回去 呃 从这个位置寄回去 他其实费用也很高 因为距离很远嘛 然后回去的话可能还是也得卖掉 可能也卖不起很高的价格 对 因为这个旅行车他其实这个纯体很小 就是他的买家很少 是的 嗯就是你必须得压低一下价格 可能才能处理掉 而且可能 周期很长 很难处理 如果自己不回去的话就更加难搞了 我们现在还在纠结回不回去的这个问题 因为回去的话感觉费用也很高 对 回去费用也挺高的 然后 又要坐车呀 搞来搞去的 嗯 奔波 也费时间 嗯 就想要不要在这里直接 看上街 疗养一下 嗯 搞搞针灸 然后 理疗啊 那些什么的 手法 给他那个 缩小一点 就那个突出来的地方 因为那个没办法根治嘛 简直说尽量的 让他 恢复一点点 对 恢复一点的话 就看还能不能接着 出发 因为这种在路上的感觉 我们俩都很喜欢其实 对呀 你看我之前其实已经痛了很久了 但是一直忍着 就想着说他 会不会哪天自己就好了 我就不用去看了 但是 没用啊 越忍越痛 嗯 对呀 所以现在就 幸好还不是那种非常严重的 如果是那种非常严重的 就只能回家了 估计我非常严重的话 估计我床都下不了 对呀 嗯 我们回去的话 其实 就也挺难搞 回去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老家 因为很多年没有住人了 呃 那个房子漏水啊 什么的 非常的严重 那个墙壁 基本上那些刷的那个 白墙 白墙都已经全部那个了 花霉了 花霉呀什么的 甚至那个房间里面还有积水呀什么的 七八糟的 对 嗯 水电也都没有了 还得通水电什么的 回去水都没得用 对 这些就 其实费用也很高 然后那个菜园子里面 那个树都长好几米高了 嗯 就挺 还要清理啊 不过这个清理倒是挺支援的 我其实还挺喜欢的 清理我们可以自己搞 嗯 呃 水电什么的这些难办 你要紧啊什么的 紧都要重新打感觉 对呀 就紧都不能用了 就挺难搞的 然后费用也不低 因为 然后你老家那个房子好像都不能住人的感觉 对啊 就是这可能得推到重来 重新再见一个 修缮的话 感觉那个不是不是一笔小数目 修缮都要好几万 之前问过的 好像 对啊 费用很吓人的 关了个屋顶都不少钱了 对 就是这些费用加在一起 其实挺高 我们就想着 而且可能你回家了 养一养 可能还是想出来 所以就没必要说 多一个回家的这个程序 把老家的房子一搞 等下又出来的话 过个几年 它又老化了 因为那种房子 你不一直住的话 它很快就坏掉了 对 嗯 没有人气嘛 就我们俩的性格 我们就是喜欢在外面玩 就是哪怕没钱 吃苦 我们俩都乐意 对 就是不想 在一个地方 就是在外面的话 现在这个交通工具也难选 单车你骑不了 对 然后这个 但是只能够摩托车 或者是自驾 摩托车 我们没有驾照 对 还在考驾照 小车的驾照 都是有 对 小车的油耗就比较高 而且 保险啊 然后保养啊 油费啊 那也不得了 根据 对 那个也不得了 然后买个那种爱手的 就是说很 很旧的那种也 也可以 但是那种汇用 其实也不低 你说我一修啊 天天修 等一下 然后摩托车的话 就是要 考驾照 对 如果是考驾照的话 在这边 那就正好在这里 租一个那种 小房子 小房子 然后 然后 理疗也可以做 嗯 理疗也在这边做 对 就一边把驾照给考了 然后看这个恢复程度 呃 这边的话 因为那个 医疗水平嘛 其实 那个援助力度还是很 很大的 他个省对这边的援助 所以就导致这个地方 其实他的那个 医疗费用嘛 也不高 相对来说 我觉得还低一点 嗯 可能还低一些会 对 所以我们就还能接受 说不定回老家 虽然有那个 医保啊 医保啊什么的 可能也跟这边区别 不会是很大 对 所以这一点挺好 然后你还省了一个 折腾的一个 对 时间 从这个地方 嗯 回家的话 那时间也不短 对 嗯 很长 你得转来转去的 所以就想着 是不是在这里 那个小爱见 我们回家的话 就是肯定选择那些火车嘛 嗯 或者是飞机 你可能淡机那个机票 他说不定比火车票还便宜嘛 可以抢那种便宜的票 嗯 抢那种特价的 但是 那样的话就没办法带这个狗 就是这个狗子的话 你不可能把他带上那个飞机什么的 要走 拖润吧 那个拖润的话 好像是说 不太保证他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狗子在那里出状况 他们是不作任 他是给你送到 但是活不活着就不知道了 他也不负责 万一出意外 但这个是免责的 对 就是你自己需要承担这个责任 而且这里距离又那么长 这个狗子拖润回去 我感觉 万一要是出点什么状况 对啊 嗯 所以如果 也是折磨 所以如果是在这里 待着 然后比如说上街在这里聊阳一笑闷 考个摩托车驾照什么的 然后再出发的话 现在主要就是怕等一下驾照也考了 我的腰好了 但是我一骑车 一骑摩托车又受不了这个腰 他可能暂时好了 但是你这样子一搞是吧 嗯 腰又不行了 那怎么办 先是担心这个 骑电动车其实费用就低一点 但是电动车 就说那种常驻离行驶的 那种大一点的 他也是要驾照的 对 对啊 都一样 而且两个摩托车烧油的话 好像油耗也不低的 嗯 就是这些那个 这狗子 哎 狗子 又舍不得他 对啊 又想带着狗子 所以基本上 我们不太倾向于回老家 因为这些狗子什么的 然后又折腾了 这些人 而且我们买摩托车 如果在这边直接换的话 我们东西都还可以用得上 嗯 对 我们所有的行李呀 都是现成的 就不用再去买了 对啊 这也省掉一笔很大的费用啊 那些野外的用具 你像那些器官 我们也还有好多器官 之前买的 还有六罐呢 对 还有六罐器 那个器官你是肯定不能带 肯定带不回去的 都不能出神 那个都不能出神的 那个带不出去的 嗯 所以现在纠结的很 真的很纠结 都不知道怎么办呢 买脑子都在那里 死脑细胞 反正就是这个身体先养好 明天就是 再看一下 然后我们可能要 挪个地方了 因为在这里住着的话 住不起了 费用其实也挺高 对 再想想办法 去里留的话 又得找个离一人精一点的最好 其实我是倾向于留在这边的 毕竟这样子的话 你花费呀 是最小的 然后人也不折腾 或者是明天去看看租房 东西放在这个明天就看看租房 先去了解一下 对 去转一转 现在主要是 还没有做决定 有选择的时候 人其实是很迷茫的 有时候没有选择 反而是 赶紧回家是算了 对 不想了 没有选择 有时候反而好一点 现在是又有一点点选择 又有一点点纠结 对呀 因为我想着 可能如果回去的话 以后再出来 其实也挺难的 因为这个东西 它一旦决定出来 你就会有那个惯性 你可以一直在外面 在一旦 一旦可能你回出来之后 你再出来 那个心筋又变了 它又不一样了 就懒得挪挪了 感觉 对呀 反正再想一下晚上 做一个梦吧 告诉我要怎么办 咱们明天见 拜拜 咱们 帮我 相信 会 是